为应海外侨台商创业及提升侨营事业竞争力需求 侨务委员会每年办理各式各样研习班 其中咖啡既以研习班是最受欢迎的研习之一 让海外有意经营咖啡相关产业 或希望可以提升侨营事业及自身专业能力的侨台商 来台研习观摩交流 借以建立事业发展立机提升竞争力 刘伯钧就是一个将在侨委会研习所学 加以发挥的成功案例 我有参加我们侨委会举办的复合式咖啡班 那次给我的收获很大 原本我只是生产一个挂式咖啡 那去了以后我发现咖啡的 可以发展的方向有很多 所以我就开始从那里进入到店面的经营 然后以及各种器材这些的代理 我们慢慢会把我们台湾的各种的 这个所谓的器具 我们的优势把它带过来越南 希望能够对这边的咖啡业者 能够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发展 他回台湾去训练 那回来之后泡的咖啡更香更好喝 所以我们台商界呢 这边都经常来来这边买他的咖啡 我们感谢侨委会的培训班 刘伯钧是越南台商 走进他开设于平洋新加坡工业区的南岛咖啡馆 里面商品琳琅满目 有各式各样台湾制的咖啡机 自创品牌的咖啡豆 咖啡粉 和相关冲泡咖啡周边用品 此外他还开班授课 教授学员冲泡咖啡相关知识 真的将侨委会演习所学 加以发挥的成功案例 驻胡志明办事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望 剂股 转发 打望